于未来的世界人类 社会高度发展 科技日新约翼机器人与人类共存 但同时人类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 那就是人口过剩和资源枯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人类政府推出了一个名为人类清除计划的计划 旨在清除一定比例的人类 以减少人口数量并延长资源的使用寿命 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名为艾薇的年轻女孩 她是一名机器人技术专家 负责维护和开发新型机器人 艾薇对人类清除计划感到不满 她认为这是一个不道德的计划 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她开始积极研究如何反对这个计划 并找到了一些自同道合的人 他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反抗组织 反抗组织开始进行各种行动 包括组织抗议活动透过社交媒体发起诉求等 然而这些行动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效果 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更激进的行动 开始攻击政府机构和机器人工厂 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政府开始加强监控和打击反抗组织 并派出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追捕艾薇和她的同伴 在这场危机中艾薇遇到了一名名叫佳文的年轻人 她是一名政府机器人研究员 与艾薇有着相似的想法 她加入了反抗组织 并提供了关键的情报和技术资源 艾薇和佳文之间逐渐产生了感情 但他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 最后反抗组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他们成功地破坏了政府的机器人工厂和监控系统 打击了政府的力量 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 政府最终被迫取消了人类清除计划 并承诺重新审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艾薇和佳文在这场战斗中幸存下来 他们一起创立了一个新的机器人公司 致力于开发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的机器人技术 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做出贡献